Hello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 今天的旗鼓先知节目 节目一开始 大铃哥我要向 我们的 一位股市前辈 来向他致敬 因为他已经当神仙去了 但是 阿土伯 阿土伯就是大铃哥 我很敬仰的一个股市前辈 他会让我们敬仰 不是单纯是因为他很会赚钱 赚了很多钱 那个都不在歧视 重点是 他会分享一些 他个人的交易心得 甚至会把他 股票赚到的钱 都还会很不利涉的 分享 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所以呢 他今天去做神仙了 我们今天来向这位股市前辈 来说致敬 那他今天有分享 一句的 心得 我个人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 贫与贪呢 其实就是在一点之间 我们的中文字其实就很 奥妙 贫跟贪这两个字呢 确实他的差异性 就是一点 就差他一点的位置 那阿土伯他希望告诉我们 其实呢 这句话的背后的含义 就是在 纪律 其实你可以试着去回想自己一下 只要我们在金融市场有交易过的话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 以前我们亏损 我们交易多多少少已经都能产生亏损 以前我们赔钱的时候 原因 是不是什么 你有没有去审视过 其实呢 以我个人的经验 大多数 我的亏损 都是 源于 没有 纪律 那 至于纪律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老实讲 只有你自己就会知道 因为别人并不知道 你要遵守的纪律是什么 OK 好 那这个题话分享到这边 那今天节目的重点呢 其实就是本周的重点 本周大龄哥一直在强调 10月11号很重要 它不单单只是因为我们国庆日 放个假那种东西而已 你没有什么所谓的变盘说 节庆的变盘说基本上在我们交易上来讲 完全是不存在的 那为什么有时候 节日后呢 会有一些变盘 其实那是 当时会有一些市场的重要因素 他会在做公布 会做出来的时候呢 那个才是真正影响市场变盘的原因 那10月11号 应该大家都知道嘛 大龄哥一直都讲 美股公布CPI 他就在10月10号 因为我们刚好是放假 而且他是10月10号晚上才公布 所以他影响的时候呢 是影响到 10月11号 我们的台湾的加权指数 那为什么他影响会比较大呢 首先来讲 我们要看看说这种 重要的美国数据公布的时候呢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会造成一些变盘的影响 这个是加权指数的日K线图 在上周以前呢 很强势的走势 就是红色的趋势线 这种就是上升趋势线 就是我们做多嘛 做多的话 它走势是往上嘛 所以就可以画出一条 很标准的一个上升趋势线 那你有没有发现 黄色线是 现在加权指数的 目前的走势图 意思说呢 上周的 上升趋势线 已经角度递减下来 变成所谓的 黄色的这一条 也就是今天 目前为止呢 你可以看见 最新的这个 上升趋势线 那 我们为什么会说会变盘 它会有变盘迹象 因为趋势线 看知名意思都知道嘛 什么叫趋势线 就是原来走了 Train的那个方向嘛 它原来的角度很大 很大的往上 代表说趋势力量很强 那角度开始变平缓的时候呢 代表说它的力道就是做减弱了 OK 这样讲大家了解吗 那大盘的趋势线已经 递减到黄色趋势线这一条呢 角度的下移 然后呢 今天你们会发现 今天盘中的时候呢 再度又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因为趋势线 今天就讲趋势嘛 代表说不应该轻易被破坏掉嘛 对不对 角度下移了 然后呢 又被再度的跌破 这是不是代表说 它确确实实 有一些 可能 快要变盘的迹象 所以我们研判 股市啊 股票啊 交易技巧就是这么简单 只是看你 愿不愿意去相信它 对不对 所以大铃哥 直播我跟你讲 我们先不论 后面变盘呢 是要 变多方 还是变空方 我们先不论这个 因为都有机会嘛 50% 50嘛 对不对 可是 到今天为止 目前的走势 确确实实 告诉我们 它 即将 出现一个变化 那时间点呢 刚好就是MATIC 美国公布CPI这个时间 那为什么CPI 它又是这么如此的严重呢 因为其实 从美国 今年开始 正式进入这个 降息循环以来 对不对 其实你们把所有 会影响美国利率政策 公布的这个重要时间 最重要的 就是CPI 你把每个 每个那个公布CPI的日期 你把它mark起来 你没有发现 后面 我们台湾的加权指数 就是大盘 基本上都会走 一大坡的航行 你看6月12号 公布CPI 后面走一大坡 3800点 7月10号公布 下面又走一波 4700点 然后呢 你8月 14号公布 8月17 15号就是隔天 又走了1600点的行情 那最近的行情是什么 就是 9月12号 9月10号 就上个月公布CPI 到目前为止 最高走了 2100点的行情 所以你没有发现 只要 正式公布CPI之后呢 台湾加权指数 后面走的行情 基本上都是 1000点以上 这个就是市场告诉我们的东西 你眼睛看见的 眼见为凭 OK 那问题来了 我们是不是希望说 过去的几千点行情 我们可能错过了 我们可能没有抓到了 也没有赚到了 那没关系 本周 10月11号 又要再度公布了 那我就问你 后面这种千点行情 你想不想把握 每个人都会想把握 过去没有参与 那就算了 重点是未来 我们有参与到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既然我们知道说 未来 10月11号 后面 会有一波 至少也是千点以上的行情吗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去思考 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辅助我们 去研判 抓到 未来的这一波行情 OK 大铃哥我个人使用的工具 就是暴力表这个东西 暴力表 他 可以有办法 去预测 未来 隔天 盘式的 涨跌 也就是他是偏红K 还是偏黑K 那既然他可以预测到隔天的 方向跟目标的话 刚好又配合到很重要 CPI要公布的日期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未来这个千点行情的 起涨点 或是起跌点 确实是可以利用暴力表 帮助我们 搭 车在 第一班车上面 OK 那上面写的都是 分别在 每次 CPI公布的前一天 大铃哥的暴力表 告诉我们 要往哪个方向走 目标会在哪里 然后呢 才能够真正 帮助我们 抓到后面这个千点行情 好 那 刚刚有说过了 因为他公布之后呢 隔天 加圈指数基本上都是属于 跳空 大K棒 所以在短线来讲 我们有种交易工具 就是选择权 因为他既然会有大K棒 代表说呢 短期之内 极短线里面 行情的波动空间会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用选择权去做by-code 不是做by-put的动作 因为只有在 极端 极短的时间之内 行情出现大波动 做by-code跟做by-put 利润可以瞬间拉得很大 会做选择权的人都知道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长线来讲 刚刚的那个图表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公布CPI之后 后面 未来基本上都是延续走 将近一个月的行情 那空间呢 就是上面讲的 至少就是千点以上 意思说 10月10号之后呢 应该也是会维持 一段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这个空间呢 至少应该就是千点 这个就是所谓的长线的影响 那为什么大铃哥的保利表 可以预测行情 因为我刚刚说过的 我们保利表 背后的架构 主要就是 选择权 选择权 选择权这个商品 你们可能有人听过 可能也没有人听过 但是你从字面上来讲 来看就知道 什么叫做选择 选择的意思代表说 你针对 未来的某一种情境 某一个目标 某一个方向 你要去把它做一个选择 意思说呢 它要去选择 未来的某一个方向 跟某一个目标 这个字面上解释 这样你就懂了 但是我们在做交易 大家讲 选择权它其实背后 真正的主轴是什么 两个因素 就是影波 这个比较专业 这个影波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 时间 价值 听清楚 时间价值 才是真正会影响到 让我们去研判未来的走势方向 跟目标 为什么时间价值很重要 因为既然讲到时间 代表说 我们对于未来 会有所规划跟预测 所以为什么选择权这种商品 它可以预测未来 原因在这个地方 但股票这种东西 它并没有时间性的 本质在里面 所以 你从股票来讲 基本上我们是没办法去做预测 可是选择权 它可以预测未来 确确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今天节目 时间可能就不够 不能够跟你讲得太清楚 所以 为什么 我们暴力表 可以去预测 隔天的涨跌方向 原因就是因为 选择权 背后的架构就是 时间价值 这个是加权指数的日K线 我画个曲线图 大家都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叫多方 什么是空方 其实基本上你看 画面它的走势 基本上 一目了然 应该不会有人说 这个是走跌空方 应该不会 对不对 因为很简单 很简单 它画的走势图 目前是所谓的 上升趋势线 所以大盘的日K 我们都知道 目前是走多方 有没有 有人有问题 没有 对不对 上升趋势线 对不对 所以上升趋势线代表是多方 那既然是多方 请问 对于未来的改变呢 我们要看的是支撑 还是看压力呢 真正会有交易的人应该都知道 在做多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所谓的 多方 对不对 因为 多方的支撑 你没有跌破 代表说你的多方就不会改变 就是一直涨 你支撑不改变 涨到火星 那都是正常的 好不好 所以 目前的大盘 日K 它是多方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因为刚刚不是说 10月11号是不是快要变盘了 所以我们现在focus的 并不是它未来的压力 高点在哪边 我们focus 而是它 现在开始 它的支撑在哪里 只要支撑不跌破 大盘这个多方的趋势 基本上就不会改变 所以我开始说 10月10号这个变盘 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变多还是变空 我们都不要 可以先把它放在第二顺位 我们重点要先找出它的支撑在哪里 支撑不跌破 那当然就是 变盘可能继续往上 那支撑跌破 你还要说它 变盘是继续往上吗 那个就是欺骗自己的 那个就是没有纪律了 对不对 那还有另外一档 很多朋友都有 以后都在跟大家讨论 红海这也是 一目了来可以看得出来 上升趋势线多方 没有疑问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它的支撑点 会在下周会改变 听清楚了 红海的支撑点 下周会改变 所以 代表说什么意思 下周 就要focus 它下个礼拜 支撑点也不会被破坏 没破坏 那当然就是继续涨 搞不好就涨到1000块 是不是 如果支撑跌破了 你还相信他会继续涨吗 你要相信市场告诉你的话 好不好 所以今天节目 最后 大铃哥就告诉你 如果你10月9号 你想要跟我们一起上车 如何 buy code 或者是buy put 干嘛 赚 10月11号 那个大K棒的 瞬间选择全行情的话 还有10月11号 开始后面将近一个月的 千点趋势单 我讲的是期货 千点趋势单 一口就20万 10月19号的选择权 10月11号 未来后面的千点趋势单 你想知道 我欢迎你一起来加入 那当然 你有红海的话 你也可以来加入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因为我们也可以预知 可以预知知道 红海 下个礼拜 他的支撑点 会落在什么地方 你想知道 欢迎你加烂 我来告诉你 今天节目到这边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分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那时地则房产业 旅财周刊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